请你 参见摄政王 没有外人进过宫吧 没有 好 启禀摄政王 什么事 摄政王此时不是该在西郊点阅军队吗 我有急适和尹大人要见王后 怎么连我也敢管 属下不敢 好险啊 没想到杨思路连每日的行程 都交代给他守门的官兵啊 大哥 那是他细心之处 万一宫中出了什么事情 要随时通知他 这个对手很难对付啊 这回我就准备好好地对付他 走 我有钥匙禀告王后 你们俩先下去 你们都下去吧 是 你现在可以说了 杨思路 你 王后 他不是杨思路 可他明明 王后 我确实不是杨思路 可是待会儿我还要出去 作为面具不便摘下来 你还是别研究我了 公主军备成功 王后 公主的确健在啊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 公主现在仍在数目 微臣会派人把他接回国内 王后请您放心 那杨思路他为什么要说谎呢 杨思路的假传公主死讯 为的就是要石老共推新王 他好趁机夺取王位呀 石老 会推他为新王吗 当然不会 所以他才要利用王后 去说服石老 原来是这样 王后 还不仅如此了 还 他还欺骗了我什么 王后 陛下 是他杀害的 什么 不可能 陛下待他 一直轻入手足 却敌不过南平王位的诱惑 而且 那寄予王后久矣 不 别的我都相信 可是 可是陛下 明明是南楚派来的御医 下毒致死的呀 王后 下毒的是她 那南楚御医 只不过是替罪羔羊 而且死无对证啊 既然是死无对证 你又如何证实 是他下的毒呢 王后 这药瓶 它是杨思路 塞在御医手中 嫁祸用的 瓶中的毒药 与陛下所中的毒 完全一样 而且 在杨思路 亲自送的糖药中 也含有同样的毒啊 王朝中御医 在咽尸之时 将这药瓶 与成汤药的碗一并收存 微臣发现以后 便将这药瓶收藏了起来 王后可命人从残渣中意 查出真相了 杨思路 你耗毒的心肠 王后 微臣一直被杨思路所要挟 她大权在握 谁也不敢不从呢 此次 我是冒死禀告王后 若被她发现 微臣是 逼死无疑啊 你放心 我不会去说的 我不会让她 再去害你 那王后有何打算 英雀通 你不必担心我 你赶快多派些人去 保护凤仪 如果要把她接回国 必须要格外小心 以免被杨思路发现 她再请杀机 是 你们两个赶快下去吧 以免被她碰见 是 臣告退 陛下 陛下 王爷 您决定帮他们了 我不是一直都在帮他们吗 不 非要是说 您决定帮他们复国了 谁说的 那我们回成都干什么 凤仪是南平的公主 她既然流落到我蜀国境内 于情于理 我都应该帮她安顿下来 然后还得找人保护她 这是作为邻国 最基本的道意 那王爷就是说 不打算借兵 帮他们复国了 不能借 这是南平国的事情 和我们蜀国无关 我不能让我们蜀国的军队 为了南平牺牲 这不合情理 是 公主 老兄 公主 有些事情 我不便说 也不一再说 但是有件事情 我要请你帮忙 公主请说吧 我对自己的安危 并不在意 可是现在 我必须保住我这条性命 才能争取到 复国的最后机会 我想请龙兄帮忙的事 保护我 安全地到达蜀都 公主放心 这一点 在下还是有把握做到的 那么从现在开始 凤仪的性命 南平的新王 就全账龙兄了 公主严重了 在下只能保公主到达蜀都 至于公主的复国大业 庆祝在下爱慕能助 你能这么做 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公主好说 感谢菩萨保佑凤仪平安无事 陛下 我万万没有想到 你会死得这么惨 我更没有想到 凶手竟会是杨斯路 陛下 求你能在天之灵保佑我 量为你复仇 就算我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我也会让杨斯路 付出他该付出的代价 杨斯路 你就要开始头疼了 我倒要看看你该怎么办 多亏了你呀 要不然我还真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见到王后呢 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们就慢慢等结果吧 不 你还有任务 要想办法让凤仪公主从蜀国回来 怎么做 那是你自己的事 你自己想办法 只要适当的时机 让凤仪公主回到南平 杨斯路就成为众矢之地了 好了 你先去吧 如果让凤仪公主 今年累秦 表达跟他的主意 师父 小 reasons umbrella oding 队 尹达 尹全达 这个名字 有二十年没人叫过了 大哥 谢谢你还记得我的名字 尹达 尹达 你是谁 尹剑 他是谁啊 没关系 自己人 什么事 王爷 队伍停下 先休息片刻 是 尹剑 你能来太好了 我有话要问你 你说吧 你为什么走回头路 说来话长啊 既然现在队伍已经停下了 那就等你见过公主之后再说吧 驾 尹少侠 这就是要去蜀都的原因 那蜀地他会借兵吗 这 很难 再难 我也要借到兵 如果皇上不肯 我就死在金乱殿上 公主 借不到兵 就负不了国 负不了国 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 我陪你去 他不借兵 我就杀了他 哎 千万不可冲动 他不借兵 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你还有什么办法 我现在还想不到 如果你真的把蜀地杀了 那公主一定会被蜀国追杀 你这不是帮公主 是害公主 尹剑 谢谢你 可是那么做是不对的 要蜀地接见公主 听公主诉说借兵之事 这是蜀地应该做的 至于借不借兵 那就要由他来决定 因为上阵打仗牺牲性命的是蜀国的军队 我们不能抢人所难 就算是要杀 该杀的也是杨思路 不是蜀地 对 这是个办法 什么办法 如果 如果引剑 敢帮忙去杀杨思路 你们想想 只要杨思路一死 公主就可以回国了 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 不 我杀不了他 对 谈何如 杨思路 如果这么容易被刺杀的话 我们大家 也不必费这么大的事 他既有篡位之心 必定怕遭人暗杀 警卫森严 自然不在话下 不 我说的是 我打不过他 不可能吧 你的武功已经这么高了 他只是个武将 不可能比你还高吧 为什么 因为 我的武功是他教的 他是你师父 我的右手就是还给了他 本来 我是他派来杀你的 他不是你 有没有 他就把你还给了他 我的手 我还是要给了他 那是他 对 你还要不想 我 你还要不想 我 我还要不想 你还要不想 后来呢 后来 我就杀不了你了 为什么 我曾经说过帮你的原因 这也是同样的原因 银剑 真对不起 不必再说了 我明白 我只是想 做自己想做的事 王爷这么做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总有一天会被拆穿的 到时候怎么办呢 这件事是挺难办的 要换成你 你怎么办 如果我喜欢他 那我就告诉他 然后想办法让他也喜欢我 没看出来吗 平时做事情一翻一眼的 这种事情 蛮有见地的嘛 经验之谈嘛 什么经验 我这样问你吧 有媳妇没有 没有 有情人了吧 也没有 那 那 这 这 这 你估我吧 那可哪有啊 这 老妃 什么事啊 秋双找你 真的假的 你爱去不去 你爱去不去 好 坐下 你当我是瘟神啊 我一来你就走 不 是 不是 到底是不是 不是 来 喝水 不 我 水有毒啊 不不不 我 哎呀 堂堂一个大将军 怎么见了我就这么怕 我 我 从来没有跟一个女孩子 做得那么近我 你怎么了 哎 哎 你笑起来真好看 讨厌 快喝水 哦 真没想到 尹剑 竟然也是个杀手 幸亏她喜欢上公主 否则 铁大人 嗯 公子 铁大人可曾记得 公主提过的 封关刺绝的事情 哦 当然记得 公子同意了 哦 不不不不 我是说 如果公主刺封的是影剑 那她们之间 岂不同样没有身份悬殊的问题吗 嗯 铁大人 不 完全不一样 此话怎讲 龙公子 公主她喜欢的是你 谢谢你啊 龙飞 啊 嗯 嗯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春风向我解释了半天 我只好装明白 可是一看龙飞这个样子 我才真明白 哪个样啊 公主说 要秋双代替她谢谢你 才是真正的谢谢你 我实在听不明白 可是 看你和秋双说个话就乐成这样 我才明白公主的意思啊 啊 啊 哦 夏雨 你能不能少说几句啊 没关系 龙公子说了 你们不让我说话 是因为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才不管你们怎么说我呢 我们可以走了 那尹剑呢 尹剑 尹剑说 他不习惯跟我们一起走 不过 他会暗中跟着我们 如果有人想行刺 他也好帮上忙 他也好帮他 是 龙飞 龙飞 没事 龙飞 我警告你 杜方 你要再说没事 我就把你嘴胡上 我让你永远都别说 你怎么了 我怎么了 有你这样的人吗 要想说就大大方方的说出来 你要是不想说就把嘴闭上 像你这样吞吞吐吐的 能把人憋死 我 我只是有个问题想问你 可是 没有可是 你要问就问吧 如果 如果 有个女孩对你很凶 那说明什么意思 废话 这还要问吗 这说明人家讨厌你 告诉你 一旦女孩这样对你 你最好有自知之明 别去招惹人家 不对 我没去招惹她呀 你等等 你说什么 是她来找我说话 然后对我凶 我没得罪她呀 我明白了 有个姑娘故意找你说话 但是她装出一副 凶巴巴的样子对你 对不对 对呀 对呀 那她是喜欢你 什么 怎么又变成喜欢我了 错不了 她主动找你 又故意生气 她是想吸引你的注意力 哎 你要是真被她吓住了 那她会恨你一辈子的 嗯 不有 这种事 没错 我看多了 哎 你是在哪认识的 啊 在边关 还是在成都啊 就在这儿 啊 你是说春风啊 嗯 嗯 好家伙有你的 哎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还不明白呀 春风他喜欢你 什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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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我 公子 刚才我的马被绊了一下 没事 没事 开路先锋 怎么能这么不小心呢 呃 是 公子 我会注意的 嗯 没 没事了 继续前进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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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飞 你又干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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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 他怎么会啊 他怎么不会啊 你堂堂认证一个年轻将军 有没有加累 他为什么不能喜欢你 对不对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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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见到他连话都不敢说 真的 真的 那 那 那你就别说 听他说 不过啊 你要当心 春风是这四个丫头里最刁的一个 你一定是受公主影响 凤怡公主啊 不对 刁蛮公主啊 不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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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риним未 hadn't 快 ten 快快 快快快了 哎呀 对咱哥 怎么可以吧 没有 我要先离开一下 你撒手不管了 不 我要先回当初 变见皇上 有些话 我们两兄弟 必须要先说清楚 要不要告诉公主 不用 他如果问起来 你就说我有事先离开 如果我们遇到有人 行刺公主怎么办 一般的对手 你们就能应付 那遇到一个 更厉害的呢 有引箭在 他说过会一路往后 直到蜀都 如果有刺客 他会出现 好了 我先走了 是 贤柔 你不可以这样叫我 为什么 你可知道 你这个名字 已经在我心目中 叫了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 当我到南处迎娶你的时候 我就知道 你是我这一生中 最想要得到的女人 可惜 我只是替我的大王 去迎娶她的王后 可是凭什么 他比你大二十岁了 我才是最配得上你的人 如果你真的明白 他是你的大王 或是你的王后 你就不该有这种 大逆不道的想法 我不服 我也不认命 我发誓 终有一天 我要得到 而且 我要让你心甘情愿地跟着我 你 现在就是这一天了吗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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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天爷都可怜我 陛下死了 凤仪也死了 他们不再是我们的祖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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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冥冥中注定的 注定我们要在一起 你 你 嫁给我 我帮你把南平 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国家 让南平跟子民 在我们的保护下 安居乐业 这不是你最后一个牵挂吗 这不是你最后一个牵挂吗 你 南平子民的幸福 嫁给我 我就可以把它完成 让你不再牵挂 嫁给我 鲜肉 这里是佛堂 不许你玷污这块境地 请你出去 好 我走 你一定要仔细地想一下 考虑一下我说过的话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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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狠心 把我一个人丢下不管 让我活得这么痛苦 陛下 这龙公子 你不不想 你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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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 你不想 老子也是的 总连招呼也不打一声 这万一 别担心 他知道隐间会在 对了 铁大人 我们离蜀都还有多远呢 老臣也不太清楚 公主啊 如果明天早一点出发的话 大概天黑之前就可以到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杜芳告诉我的 那好 明天我们早一点出发 嗨 那个杜芳 怎么不告诉我呢 夏宇 不关你的事 本来就不关我的事嘛 杜芳 又不是我什么人 你还说呀 你看杜芳怎么了 公主 没事 我 我去通知杜芳 好 今天春风怎么怪怪的 公主 春风好像 你喜欢那个杜芳的 那你 你又怎么知道的 我是听龙飞说的 那个龙飞 怎么也不告诉我啊 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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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说的是实话 说实话就不怕人说 不怕人笑 对不对 替大人 哦 对对对 来来来 来来 我看哪 夏宇真的是长大了 还要留不住了 公主 你不请我坐下 是不是不欢迎我啊 不 欢迎欢迎 到底是欢迎还是不欢迎 欢迎欢迎 坐 请坐 来 这是公主给的蜜桃 我拿了一个给你 哦 我 你不要 哦 不是 他们都没有 我不能一个人吃啊 你 我 你能和士兵同甘共苦 你是个好长官 打仗的时候相依为命 所以就得从平时做起 你是不是很怕我 那你是不是很讨厌我 不是 是不是我平常对你太凶了 你对我凶是因为 因为你喜欢我 谁说的 龙飞 讨厌的龙飞 这是不是 每日 都是明 Krishna 没有 叫谁 56 启槽万岁 适到万岁 适到万岁 适上万岁 解到万岁 .是万岁 已有万岁 我呼善言 公主 皇兄 你快快请起 皇兄 你这样折煞朕 我犯下大错 实在是无言为了见皇上 皇兄 你切勿如此说 皇兄 你看 还好不缺 谁说非五色石不可呢 可是这五色石 是蜀国的正国之宝 先皇的遗物啊 皇兄啊 朕都明白了 难道皇兄还没有想明白 其实这五色石的真正意义 无非是让我们孟氏子孙 体认先皇创点基业之艰辛 以保卫蜀国千秋永续 皇兄 你退南楚之兵 皆我国之威 避兵刀之灾免百姓之苦 正是以我国千秋永续的 最大功臣 五色石是一个虚幻象征的寒意 又怎能比得上皇兄 对我国的实质贡献 所以我已上告先皇在天之灵 免去皇兄你的道实之罪 皇兄啊 你又是逍遥王了 多谢皇上 皇兄啊 最近又往哪儿逍遥去了 是 干苦兼伴 说来话长啊 那好 你我弟兄品酒长谈 你意义如何 好 任凭皇上 来人哪 皇上 背袭 遵旨 皇兄 请 皇上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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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皇兄 朕说的都是实话 作为皇上 虽是一国之君 大可呼风唤雨 一呼百诺 可是缺少的 就是这份自在 有时候朕 还真羡慕皇兄呢 是我偷懒了 害得皇上 必须得承担这个主国的大任 皇兄 如果真有心表示歉意的话 咱们哥俩不妨换换 嗯 别 你知道我的 我受不了的 皇兄啊 朕还不敢真患呢 如果是皇兄主国的话 怕是把我们蜀国 变成逍遥国了 言归正传 皇兄打算如何安排 凤仪公主呢 这事 还得有了皇上操心了 皇兄尽管说 嗯 难凭生变 凤仪公主流亡在外 无国可归 无处其身 无论是余公余私 我们还是先把她 安顿下来为好 皇兄说的有道理 至于如何处置吧 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 那么皇兄希望朕 怎么做呢 凤仪公主一到蜀都之后 还请皇上能够接见她 那朕见到她 跟她讲什么呢 讲 讲 讲什么都行啊 只要先别答应她 借兵复国就成 可是这不就是她来的目的吗 是她的目的没错 可是皇上也不必 马上就给她答复啊 这 此事关系重大 不宜草率决定 我看还是先缓一缓再说吧 这样合适吗 合适啊 可是 皇上 我看您就不必操心了 我自有安排 驾 驾 停 是公子 公子回来了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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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公子你回来了 公主 龙兄 你上哪儿去了 蜀都 蜀都 我们不是正要去蜀都吗 我先去安排些事情 什么事情啊 我已经安排好了 只要公主一到蜀都 蜀地就会接见 是 南平国公主高凤仪拜见蜀地万岁万万岁 公主免礼 谢皇上 南平国老臣铁文城拜见蜀地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 谢皇上 赐座 是 朕在这御书房而非金鸾殿接见凤仪公主 乃是为了闭人耳目 以免让南平国摄政王得知 有损两国邦仪 凤仪明白 你的情况境遇朕都已知晓 你旅途劳顿急需歇息 朕还有药物待办 朕会另定时间再听你们细数 你们先安顿下来再说吧 皇上 不急不急 朕明天就与你们见面 可是皇上 公主 既然皇上已经吩咐了 而且只需等一日即可 公主何不遵旨行事呢 好 可是皇上 均无戏言 倘若明日见不着皇上 你放心 明天一定见得着朕 待会儿有人安排你们的住宿 既然如此 奉仪告退 嗯 嗯 皇兄 你可以出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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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